那么刚刚请你帮忙留意的问题 你听出来了吗 在今天的课程里 我们将一起学习到如下的要点 在词法方面 我们要学习 card 作为卡片 soon 表达不久 hotel 和hostel它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在语法环节我们要加强练习 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 他们的用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在口语环节里学一个 经常用的词叫表示其他的 else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本节课词法环节里的 第一个单词 card 卡片 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卡片 都可以用card来形容 比如说明信片 postcard 信用卡 credit card 身份证 这个ID表示身份的意思 好了 它的全称叫 identification 如果你不认识这个词 没关系 知道ID就是身份证了 birthday card 生日和卡 new year card 新年和卡 最后是一个打牌的短语 叫play cards 当然这里的牌是指扑克牌 play cards 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单词 soon表示很快 当你想说我们快要到家了 we will be home soon 在英文的表达 它是把最重要的事情 说我们到家先说完 然后再加上soon表达 这件事情我要很快就可以做完了 比如说冬天来得太快了 winter comes too soon 感觉秋天还没过完 冬天就迎来了 如果说刚刚的soon 大家说 哎呀 理解起来没问题 那么接下来soon的用法 就请你一定要重视了 因为它特别重要 叫 一怎么样 就怎么样 它的短语叫 as soon as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个例句啊 tell me as soon as you know it 你一知道之后就告诉我 像我们当天学语文一样 我们学到了一个短语 叫一怎么怎么样 就怎么样 像条件反射一样 是吧 就用as soon as 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句 请你一到家就给我打电话 怎么说呢 please call me as soon as you get home 这个as soon as 在动作后面 请你立刻给我打电话 什么时候打电话呢 你回到家之后就打电话 OK 这个句型在生活中常常用 当你教别人 你一定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as soon as 就派上用场了 接下来我们来对比两个啊 同学们经常会混淆的单词啊 一个叫hotel 一个叫hostel 他们都是表达我们出门在外 去住的地方 去住的地方 一个是酒店 一个叫旅馆 你看我们中文里就有两个明显的词 把它们区分开 酒店就是环境很高档的地方啊 酒店的环境和设施呢 就相对要高大上一点 所以hotel表示酒店 旅馆通常是我们出门在外想要省钱 少花点钱 但是也能落脚的地方 所以呢 旅店 它的英文叫hostel 这两个单词啊 在拼写上只是一个字母的差别 但是意义完全不同 现在你明白这两个单词哪个代表高大上的呢 对hotel 哪个是廉价旅馆呢 没错 就是hostel 咱们学完词法之后 立刻来看看今天的句法里面有什么有趣的内容 咱们今天啊会继续学习 淫语包括直接英语 还有间接淫语 它们的作用 咱们上节课啊讲到了 引用别人说的话 就叫淫语 那我直接引用 它怎么说的 我也怎么说 就叫直接淫语 它怎么说 我转述 就叫间接淫语 咱们通过英文的短语 去理解一下 这个直接和间接的表达 direct speech 直接英语 indirect speech 就叫间接英语 那我们来举个例子 它说 我喜欢黑色 这里面有引号 代表 这句话是它说的 那么我来转述呢 它说 它喜欢黑色 这就是直接英语和间接英语的区别 那我们换成英文 其实结构是一模一样的 she said I like black 她说 我喜欢黑色 那么下一句 she said that she liked black 她说 她喜欢黑色 一样的结构 所以 很好理解 ok 理解了这个基本概念之后啊 我们思考一下 直接英语 改为间接英语 这个人称呢 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其实跟中文一样啊 中文怎么变 咱们英文就怎么变 好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从句里的第一人称 要跟主句里的人称 它保持一致 就是它说的 哦 它说它要干嘛 比如 she said I like tennis 这是直接英语 很简单 换成间接英语 she said that she liked tennis 这个I 就变成了她 因为是她说的嘛 叫一随主 第一人称 跟主句里的 人称是一样的 我们看第二种情况 第二人称 它与主句 兵语的人称 保持一致 啊 怎么理解呢 He said to Lily get up at once 他对Lily说 你赶紧起来 我们看从句里面 并没有主语啊 其实是有的 只不过被省掉了 它叫起始句嘛 对吧 起始句主语就是 you 他对Lily说 要赶紧起来 我们变成间接英语 He asked Lily to get up at once 我们看第三种情况 第三人称呢 它是不用变的 如果直接英语里面的主语 是第三人称 它是不用变的 比如看这句 She said to me They want to help him 他对我说 他们想帮助他 那么我引用呢 就是一样的 他告诉我 变成间接英语 居然括号直接脱掉 就可以了 She told me that they wanted to help him OK 这个里面灰色的that 它是可以被省略的 对吧 就是一个胶水词 我们刚刚就是重点学习了 直接英语 变成间接英语 脱去引号规则里的 第一个变化叫 人称变化 第一人称 什么时候跟主句的 人称是一样的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口诀是 一随主 二随兵 三不变 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 脱去引号呢 除了人称要变化 我们的动词也要变化 来 还是刚才的几个句子 She said I like tennis 哎 渐渐英语 She said she liked tennis 这两个动词是一样的 她说 那我们看第二个情况 She said to Lily 她对Lily说 赶紧起床 变成渐渐英语叫 He asked Lily to get up at once 这里叫 她让Lily赶紧起床 对吧 我是转述的吗 第三种情况 She said to me they want to help him 那么变成间接英语呢 She told me that they wanted to help him 她对我说 变成她告诉我 就变成了一个英语吧 谁是谁 告诉我 怎么怎么样 said和toad都表示说 这个不难理解 同学们可能会对 第二个情况 he said to Lily 变成he asked Lily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时候said变成asked 同学们可能会有点疑惑 你看said是对谁说 这个说的内容 不只是告诉你一件事 而是要要求你行动 那么要求行动 就把say换成ask 就完美了 OK 以上是我们的句法环节 刚才的内容信息量有点大 大家可以反复多听几遍 那我们接下来呢 学习今天口语环节里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单词叫 else 什么什么else表示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这个什么什么else 通常啊 是跟特殊疑问词组在一起 表示你还干过什么事 你还去过哪里 你还什么时间做过 等等 我们来看另一句 What else do you do 你还做过其他什么 When else can we meet 那什么时间我们再见面呢 Where else did you go 你都去过其他什么地方呢 Who else did you meet 你还见过谁呢 你看这里都有 就是else这一个词 表示你已经知道了一些信息 你还想知道更多 所以就在疑问词后面加上 else What else When else Where else And who else All right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首先在词法上面 我们学到了卡片 Card 这个词啊 生活中随处可见 比如说 Credit Card ID Card Birthday Card 或者New Year Card 我们还学到了 soon表示不久 但是这个不久啊 它是放在句子的尾巴上的 先说你要做什么事 然后呢 加上soon 比如说 I will go home soon 你说我们晚上回家了 你妈妈一听 放心了 还有我们对比了 hotel和hostel之间的区别 hotel是高大上的酒店 hostel是物美嘉莲的旅馆 我们在句法环节呢 学到了间接引语 还有直接引语 它们之间的变化 就是直接引语 是完全引用别人的话 是有引号的 那间接引语 就是把这个引号拖去 在人称上面有不同变化 在动词的表达上面 也有不同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别人对谁说了什么话 如果说话的内容是要求行动呢 这个说say就要变成ask 好 我们在口语运用环节 学了else 这个什么什么else 通常前面加的是特殊疑问词 who else where else when else 还有what else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呢 再来进行词法 句法 口语 运用的全方位学习 你会对所有的课文 就有了一个立体的掌握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啊 那赶紧去练习吧 现在呢 是时候秀出你的实力了 雷琳老师把课文的内容 用图片的形式呈现给你 请你尝试着通过图片 复述一下课文 那我们一起来试试吧 read Jimmy's card to me please Penny 你真好看呢 of运用的 what else does he say 如果你能够通过图片将课文完全的复述出来 那么就要恭喜你圆满的完成了本节课的学习了 通过对课文先进行听说训练321之后 同学们咱们不难理解这些知识点语法点了吧 如果你还没有完成听说训练321 那就赶紧去练习吧 我是兰迪老师 我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And bye for now